没有配角,每个人物都是自己存在的意义,确实远的不说,后山书院里的师兄师姐们就没有一个是简单的,其中相比大师兄,二师兄君莫一出场就特别显眼,整个后山书院里大家最害怕的人就是他。 二师兄被人敬畏是有道理的,他本人不仅生性高傲,主要还特别有实力,具体展现在夫子死后登天,整个书院被各门各派攻打的时候,那一天见圣柳白,神殿道吃,天鱼神座,包括耶稣在内的世间顶级高手,带着二十多万联军围攻书院,这么个阵仗是想彻底把书院给铲平了。 二师兄很高傲的一个人哪里能忍,直接跑到青霞谷上,一招把这些人给困住了。 其中耶稣作为大反派贯主的徒弟,实力致命巅峰,第一个就嚣张不服上来挑战,结果被二师兄一箭砍断雪山气海,从此成了个废人。 可是二师兄再怎么厉害,一个人单挑这么多高手,也是力不从心的,于是等见圣柳白登场时,二师兄连番击战。 却还是被柳白一箭砍掉了手臂,当众惨造侮辱,你就是个废柴。 柳白是千年来的第一修道天才,创造的剑术曾影响过小师叔可浩然,输给这样的人并不兜脸。 可二师兄多高傲的人,即使落败了也听不了任何侮辱,气得拼尽全力把剑术柳白给中伤了,从此没有一个人敢上山攻打书院。 结局二师兄和宁确他们一起打破浩天世界,带着七师姐游历人间,从此再也没有露面。 出院后山中,每个师兄弟都有自己的长处,但不少人还是会把二师兄和大师兄做比较,觉得大师兄要更厉害和帅气一些。 出院大师兄和二师兄,你更喜欢谁? 出院大师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